好 我现在要说一下 以后呢 把我的照片剪好看 批好看的模型我都会去点个赞 但是不好看的那些呢 我就评评 哦 大家喜欢 乔云在干嘛呀 我们现在在选头饰 其实不一定要带我就是想看一下我吃个心头状的东西 听说可爱的女孩子都会有很多漂亮的发菇 大家觉得几号发菇萧云戴上最好看呢 这个好看 这个也很好看 这个好看 Q4 但是有点像结婚的 大家喜欢哪个 来结婚 这个像花童 花童 这个还行耶 挺好看的 嗯 这个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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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ors 这个比这个好看 这个比这个好看 这个好看 这个好看 挖刮的这个好看 talking 어떻 哈哈哈哈 还行 什么意思 你听懂什么意思 没听懂 就是挖瓜子 挖嘴巴 抓住了人家酒店的钢琴 在这夜深人静凌晨三点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兴建友人在唱歌 赶紧去唱吧 诶 怎么回事啊 突然出现了任务 有点心意啊 这首歌拍的话也可以上海报车有吗 嗯 在这种时候 来 开始吧 太累了唱首歌 这首歌 你想看啊 不懂我 我看你啊 后来回忆心 你念双方 我哭的是你 你哭的是你 我哭的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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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台花絮汁 经典直播 选哪一段呢 C位 爱 选边 上边 芋泥 加 这是另外一家的 这一家比上边那家好吃 因为我之前吃过一次这一家 上边那家是另外一个超市的 这好软弱 哇 您会尝一下 就只有这边才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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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 帮我拿两个给莫丑姐 这个吗 嗯 两个什么 对 我放了两个在里面 嗯 它长得真的很像 老婆老鼠里面那个 是 好搞笑哦 哎 不客气啊 好可爱啊这个 哇 好可爱 但是它有点变紧 但是它有点变紧 对啊 嗯 吃 嘿嘿 嗯 很足 吃味很足 嗯 吃吃什么呀 我想舔它呀 太丑了 人太多了 所以它到底是咸的还是甜的 所以它到底是咸的还是甜的 面包是甜的 里面是咸的 在品尝美食中 路半天就拔来这两手 我好厉害呀 我的嘴巴张得大一点 口红就张不进去了 但是 卫生问题 手拿的地方我先不能去 还能吃得饭 又有点得要 看你的汤子 这种汤子 今天的东西感受的是大家聊一聊 今天呢 这种汤子 所以大家聊一聊 先聊一聊 看你再聊 现在打个汤子 先聊一聊 太多了 有点 很大 好吃吗 后台花絮汁 美食重造型的 那萧云你一般是怎么样发现 这些好吃的店铺的呢 就是吃呀 然后外卖上搜 然后看测评啊 就是你知道我夸张到 我之前高考的时候 每天晚上都要复习嘛 特别累 学习一整天 到晚上应该要睡觉了 两三点 我还不睡 我要先看一下外卖 看看 然后看了没多久 然后睡了没多久 又起来继续学习 点外卖 就是你特别忙的时候 你都要看外卖 然后一般会出差到 另外一个那个地方 地区之前 新提前知道是哪个酒店 然后再搜酒店附近的东西 提前搜 大家学会了吗 是吗 我也是 后台花续知 回应毛先转身 你说我最近看到一些评论 粉丝们都在操心我 让我多说点话 然后说服汪峰老师这个样子 那我想告诉大家 不用替我担心 其实我之前也有说过 我其实很多学员都转身了 因为我特别能理解 他们站到这个舞台上 嗯 得那种渴望被认可的心情 所以我几乎都会转过去 甚至说没有人转的时候 我想通过我的这个转身 虽然说没有 没有那个很大的作用 但是可以鼓励到他们这样子 所以其实有时候如果是遇到 我能感觉到汪峰老师不想不想转的 或者就是我真正的只是想鼓励一下的 我不会说我尽全力去说服汪峰老师这样 我一般转过来的时候会先描述一下对方的形象 因为老师看不到嘛 我就是相当于他的眼睛去看一下 所以大家有的人可能会觉得 哎呀为什么要说形象 汪峰老师是这种肤浅的人吗 但是其实其实舞台表现力这些东西都很重要 因为是一个电视节目 观众不光要听你的声音 也要看你的整体的感觉 跟那个声音搭不搭这样子 因为是一个比赛嘛 就是很残酷 没有办法 所以其实在这个舞台上 整体的感觉是很重要的 不管是那个形象 整体的感觉 还有声音技巧啊 各个方面 所以我都会说 后台话续知 有朝收官 那个时候 对啊 我在里面唱两句呢 有时我怎么 哎不对 有些人 慢慢消失 今天不能唱 今天嗓子不好 感冒好脸了 二十天都没有好 但是我 还能能说话了 之前都是 哑巴撞 而且还给大家唱了 你爱我 我爱你 我的声音像 特别是要唱的 你爱我 我爱你 你是天生天秘密 真的很像 我唱的 太好笑了 我把快乐带给你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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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双翅膀去想不到 在乎过的人却不说 如果只会向前眼中 诱惑的梦就将你吞没 每个人都知道 有信任会跌倒 千里追寻的我 冲进了圈 我觉得跟我很像的一点 在唱歌的时候 一直在攀登着什么 那种感觉那种渴望 还有最后那个释放的高音 我很喜欢